26号 巴西权威医疗机构布坦坦研究所所长迪玛斯科瓦斯 在圣保罗州政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一批由中国出口的新冠疫苗原材料 预计于2月3号运抵巴西 布坦坦研究所将利用这批原材料再生产一批克尔来福新冠疫苗 并分发至巴西全国 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及多位政府官员 当地时间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 感谢中国政府向巴西提供新冠疫苗原材料